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出生玄天宗,是宗主最心爱的弟子。 他把我许配给当时还只是一个县官的赵家嫡长子, 替他转运续命二十年。 而他们要护我终身无忧? 我一走,宗门就散了。 原是宗主知道自己要离世,把弟子们的路都安排好了。 于是我进了赵府,他们转身就发了家,被封了喉。 小狮子赵英对我还是挺好的, 我实在不忍他二十几岁变眉了,妄想与他恩爱一生。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以转命大法, 用我的腿换他一世无忧,平安顺遂。 做完这一切,见到赵英对我情意不变,也就安了心。 直到我千辛万苦绣好了成亲用的鸳鸯盖头, 兴奋地去找他, 却看到他与友人们正在一座偏僻的亭子里边饮酒, 边听犬。 可能是犬声音大, 他们并不知我已经推着木轮车来到。 然后就听一个男人问赵英, 世子爷,您马上就要接管言误了, 这可是肥差。 听闻刘大人亲自上门为自家女儿提亲, 您还给句了。 难道还真想娶那个瘸子? 哦不,是瘫子为妻吗? 对啊,他无才无事。 至于玄天宗弟子, 谁见过他们的本事, 不过就是解解心仪罢了。 我用手握紧了自己的裙摆, 可是又觉得这两个人要倒霉了。 因为世子一向爱重我, 以前要是有人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 都会被一顿臭骂。 甚至有一次, 他还为了我打人。 正等着世子爷发飙, 我出去劝一劝搏个好名声的时候, 就听世子冷吃一声。 他不过是我转运的工具而已, 至于他的作用我本来就不相信的, 主要是父母看重而已。 先就这样成个亲, 等我表妹生下我的长子, 便将他修了旧事。 我整个人都正在了当地, 耳朵嗡嗡作响, 头疼得我感觉快要裂开了。 怎么会这样呢? 是我在做噩梦吗? 手掐得自己很疼, 看来这真的不是个梦。 他嫌弃我是个摊子, 却不知这双腿 就是为了能让他活过二十岁, 且身体健康, 运势超群才会动不了的。 眼见着他马上就要度过二十, 这是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只要活过二十我就没用了是吧? 这样不真不截, 还两面三刀的男人我不要了。 虽然很痛苦, 但只要忍一忍就过去了。 我将手中的红盖头扔在地上, 直接转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婚书拿出来瞧了瞧, 宗主曾说, 将我留在侯府, 只不过是给了我一条路, 该怎么走, 还得看我自己。 既然如此, 这婚事我不要了。 贪了这么多年, 我也是一直在忍耐, 没有想到竟被受益者如此嫌弃, 既然如此, 自由奔跑不好吗? 我点燃了婚书, 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一个小包, 里面全是银票, 与一张房契。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在感情最浓烈的时候, 会未雨绸缪, 真是个爱多享的, 但现在却又多谢自己多享, 给留下了一条后路。 如今我出了侯府, 女扮男装住进了自己买的院子里, 当日便寻了个手脚麻利的 给自己准备三个多月的吃食, 然后就住了进去。 说来也是个笑话, 我一个腿脚不变的人, 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走出了侯府。 前前后后, 有不少人看到我, 却没有一个阻止或询问我的去处。 直到我一个人住下来, 才知道了自己在侯府 有多不受别人待见。 以前有多傻, 根本就没注意我在侯府 其实就是个会喘气的百剑儿, 或者连百剑都不如。 直到第四天了, 我在府门前安排的小叫花子们 才传来消息, 说是侯府中正在找什么人。 只是对外说, 一个丫鬟丢了, 正在寻找。 原来, 我只不过是个丢失的丫鬟啊。 掐了一下已经有了些知觉的双腿, 当初患命阵我是刻在婚书上的。 如今婚书消失, 我的气运正在慢慢回归。 而赵英这两天怕是不好过吧, 可他完全不知道, 这也不过是个开头而已。 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大门那里急吵, 推着车过去一瞧, 正好看到赵英正指挥着人 四处打听我的情况, 还像模像样地拿着一张画像。 只是很突然的, 一只马不知道为什么惊了, 猛地向前窜去。 那么多人, 独独将他撞倒在地, 还一蹄子踩了上去。 赵英一声惨叫, 就被赶来的家丁们就起。 他看来没受重伤, 但脚腕却已经肿了。 宋玲玲, 别让我找到你。 我冷笑出声, 我早在门前画了 可以淡化别人感觉的符阵。 除了我允许进来之人, 外人甚至都看不清 那明晃晃的大门。 他的声音刚落, 老侯爷不知什么时候到了, 对着他的脸就是一耳光。 蠢才, 你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 不是让你把他哄好了吗? 结果你喝了点酒水, 就胡言乱语, 结果这人就好生生 从府中消失了。 我,我也不知道 他就在亭子外面。 若是听到了, 大可以冲进来质问, 为何要扔下盖头就跑? 给他惯的, 当初就应该将人 关在地下室。 他话没说完 就又被自己的父亲打了, 你可知道 玄天宗有多少弟子, 他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物。 别说了。 快把人给我找回来。 是, 父亲。 等找到人 记得客客气气地请到家, 便说是为了面子 在有人面前胡吹, 听到没有。 是, 你的那个表妹 也给我弄出府去, 再出点事儿, 你就等着丢命吧。 爹, 您总这般说, 他们要是这么厉害, 还能把宗门都给混没了。 赵英, 你在胡混就给我去领家法。 一听家法他, 总算是不再出声了, 而是被俘着继续找我。 可我会出去吗? 当然不会了, 只是没有想到, 不过一个月的功夫, 我竟然能拄着拐走路了。 这腿恢复得也太快了些, 虽运气回流, 但也不至于这般快。 应当是赵英又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使他本不富有的气韵雪上加霜。 我终于从自己的院子里走了出来, 扮着男装, 戴着斗笠, 还将小隐身符贴在自己身上。 如此, 便是走到赵英身边, 他怕瞧见了也认不出我来。 行到了侯府, 久违能走路的感觉, 让我再次后悔不该为渣男残废那些年, 简直如同失智一般, 去爱什么人。 果然, 悬门中人亲缘淡薄, 倒是我抢求了。 既如此, 那就让赵英死吧。 等他一死, 我就自由了。 毕竟是宗主亲自定下的婚事儿, 总要有始有终。 我还是活人, 所以我也是有恨的。 我知道赵英现在会逐渐失去气韵, 什么倒霉的事儿都会找上他。 接下来就是生命的流失。 宗主为了留下他的命, 当年只是和我订了婚。 若他真正一约与我成亲洞房, 再加上我再次给婚书上的阵法加强, 那他不但能活过二十, 以后也是事事顺遂。 但他身在府中不知福, 那就是在作死。 后院有一个脚门, 平时都会有人看守。 今天不知道怎么的, 竟然没有人, 我就顺利地溜了进来。 进了府中, 我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养在府中的表小姐, 那个柔弱不能自理, 却楚楚可怜的表小姐被赵英撞到流产了。 听说找来的大夫说, 人家表小姐流产之后被打出去了, 说他诬陷归中女子, 是个黑心肝的大夫。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大夫的亲人中有在太医院任职的御医。 他被打了不服, 就找了那位御医过来, 非得替表小姐再把一次卖, 看看她是不是拥医。 我哈哈大笑, 看来赵英当真是无子之命。 瞧瞧, 好好的一个摊儿就这么没了。 以前这表小姐在我面前查了几次, 我还以为她是天生敏感。 没有想到, 原来是上门挑衅的。 怪不得当初, 赵英一边骂她, 让她回去, 一边又给她送礼物, 说是什么被母亲逼的, 却原来早就搞到了一起啊。 至于那日说, 有人替她生儿育女, 那个人就是她的表妹吧。 只可惜当时我不知道, 我若知道, 肯定会告诉她, 本是命中无子的格局, 何必再祸害别的女子。 若是我这个早就跳出命格之人, 倒是可以替她心想事成, 但别人怀上了想, 留住也难。 我远远地站在亭子边而上, 看到表小姐院中乱作一团, 那两个老大夫在外面骂, 而院中女眷皆哭成一片。 说人家大夫医术不惊, 就不可能是这表姑娘, 私会情郎, 与之猪胎暗结吗? 悠悠地将自己的声音隔得很远, 送入人群之中, 他们如同恍然大悟一般。 对对对, 我们祖上就是行医的, 自进入太医院之后 一直为后妃看病, 这脉象怎么可能摸错? 赵世子, 你这般抱歧打人, 难道是心虚吗? 赵英受不得机, 静自房间中大步走了出来。 我看后吃了一惊, 她这是做了多少念, 气韵竟已是黑子之色。 怪不得会凭空摔倒, 撞没了自己的孩子, 分明是太衰, 已然招了邪碎。 好好好, 天道好轮回。 我伸出手指, 在亭子上的柱子 用金色符印写了四个大字, 自作自受。 会有人看到这四个字的, 也有人知道这四个字的意义。 毕竟这侯府中的老人还不少, 也知道他们家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内 就凑巧成为朝中新贵。 刚刚做了侯爷还立了柿子, 就看不上帮他们祈福之人, 下人们也看不过眼的, 毕竟我在府中 与有些人也是私交不错。 很快, 外面传出了侯府的侯爷 与世子薄情寡义, 多年前答应玄天宗的宗主 要照顾他的亲传弟子, 并与之定亲, 使得赵家逆天改命。 等他们赵家发了家, 就将人悄悄赶出去, 没准这人已经被偷偷处置了,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一时间, 本来象征皇权宽厚的侯府, 历史就变得被人瞧不起。 本来也没有什么底蕴, 此刻名声再被抹黑, 原本有意与侯府交好的权贵们 都开始默默与他们疏远了。 我听得十分开心, 捏了一把瓜子在那里慢慢地吃着, 等听完了就摆了下手, 让那个小乞丐退下去了。 他有点担心地说, 先师, 我听闻侯府寻了一位老天师来, 您要小心一点。 我点了点头, 堂堂玄天宗的弟子 会被别的玄门中人吗? 感受了一下, 知道消耗的气运 差不多都回来了, 我那残了几年的腿 也终于可以自由行走了。 连手上的拐杖都丢掉了, 本来恢复得极好, 可有一天早上起来, 发现腿有一瞬间 没有办法走路。 哈, 没有想到他们找的人 还有点本事, 可以阻止气运回归。 只是他的本事小了一点, 也不过阻止了半个时辰而已。 但是赵家的小柿子 应该知道 他一直嫌弃的瘸子 是因为什么瘸的了吧? 做好事 还是要让别人知道的, 否则他永远不知道珍惜。 而且还要让他知道 有些东西失去了, 即使是想珍惜 都不可能了。 天下间的事儿, 不是他后悔了 就又能恢复以前的, 段玉永远不可能无瑕。 正如我所想, 现在侯府中, 那老道士摇了摇头说, 老道无法替柿子 您再阻止气运流失, 原本那就不是你的东西, 人家收回也是正常。 什么说回, 我最近倒霉 原来是气运流失吗? 为什么? 我明明一直很顺啊。 赵英其实心里 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不过就是想在 别人那里听到答案。 世子爷, 您虽出身高贵, 但注定运到稍差 且有早邀之下。 多亏了一位仙师 以自身气运为机, 为您铺好锦绣繁华一生。 那他能办到, 你也能对不对, 只要你肯替我办成这件事, 什么黄金, 什么官位, 只管你说。 我都可以为你谋得。 一听到这个赵英痴的 笑了一声, 他觉得没了那个摊子, 有钱也行了。 但现实打脸, 那老道士摇头说, 不行, 这种过气运的方法 要有条件。 一则, 这两者之间 要有最亲近的关系, 夫妻、爱人 或是父子、兄弟。 二则, 要是做法成事之后, 被吸收气运者 需要得道数大成, 可以精准 以自身残损作为交换, 否则一个疏忽, 两者皆会丧命。 什么, 那我儿失了气运, 以后会, 会如何? 侯爷与侯夫人皆十分紧张, 他们两人只有这一个儿子, 不然当初也不会极力 与玄天宗搞好关系。 老道士叹了口气, 然后说, 小狮子, 请尽快寻得那位仙师 与他修复关系吧, 趁着气运没有全部倒流, 或许还能保你一命, 保全家安全。 说完, 他就离开了。 侯府自此, 找我找得更急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总不能躲一辈子, 所以我打算给自己找个夫君。 只要是我与那人成亲, 那么以后就算是被赵英找到, 他也拿我没有办法。 与他彻底断了关系, 那气运回流得更快。 怎么说呢? 我也是恨的。 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是赵英未来的妻。 虽生性淡漠, 但能学的, 能做的, 哪一样都没少过。 却不想, 最后竟是他哄骗于我。 泥人也有三分火性, 何况我还没修成仙, 只是去拿找这个男人, 还是个问题。 我给自己补了一挂, 出门左拐, 就可碰到命定之人。 不会吧?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我又对镜一照, 发现自己眉间有桃之色。 卧草, 红鸾星洞。 我忍不住好奇, 还是出了门, 左拐, 看到巷子里半跪着一个受了伤的男人。 有时候, 玄学不信不行。 我淡定地走到他面前, 发现此人全身是邪, 煞气很重。 但却没有半分阴邪之气, 反而正气凛然。 我可以救你。 我看着他眼中的戒备, 快言快语, 再不快, 这命定之人就死了。 要求, 他声音冷冽如寒风, 听着人的心间都跟着颤抖。 你家中可有妻子, 可有心仪之人, 可有什么未婚妻。 如果没有可以与我成亲, 我就救你。 不然, 你就自生自灭, 免得我沾染到别的因果。 你说的都没有。 说完, 他直接向下倒去, 看来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扶住他说, 你的真实姓名不得隐瞒。 凤然, 我马上咬了自己的手指, 当场写了婚书。 将他的手指也涂了血暗在上面, 并将自己的纸印也直接暗上。 等婚书写成, 那男人就晕了过去。 我将他扶到我的院中, 找了大夫过来救治。 当夜, 他就醒了过来, 似乎对自己能恢复过来, 十分吃惊。 我将鸡汤放在他的面前, 说道, 喝点汤吧, 虽然你身中其毒, 人也失血过多, 还命犯天煞。 但与我定了婚事, 这些都得靠后一些。 所以, 暂时你是死不成了。 多谢姑娘, 我哑然, 你相信我的话吗? 那, 那你今晚就和我拜堂, 想彻底痊愈, 就看你气韵如何。 你是侯府走失的少夫人吧? 凤男突然间问, 原来你知道啊, 那我倒不用说太多了。 同意不同意, 你自己考虑。 我出身比较复杂, 她欲言又止, 看着我的眼神也很是复杂, 最后竟问了我一句, 你当真想嫁与我吗? 据国师所言, 我命客至亲。 男人看来的确是个命硬的,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不断。 她说到此处, 头也垂了下去, 似乎为此十分苦恼。 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头, 安慰说, 不要紧, 这事儿在别人那里或许会怕, 但我你不必怕。 至于原因, 你应该很快就会知晓了。 凤男似乎正了一下, 接着就同意了我的提议。 我们在天地见证之下, 拜堂成亲, 在拜过天地后, 我的腿瞬间痊愈。 刚扶着凤男坐好, 外面已经有人踢开了大门。 大门一到, 便听到了剧烈的咳嗽声。 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 我站起来开了正屋的门, 倒要看一看现在的赵英 还是不是那个打马游街, 肆意张扬的少年了。 只是没有想到, 他衰败得如此之快。 刚刚的咳嗽声就是他的, 好半天才喘了过来, 拍了拍胸口, 皱眉喃喃地说, 怎么回来, 这灰尘如此呛人的吗? 我在心底冷笑, 看来时间太长, 长得已经让他忘记 自己小时候 为什么会虚弱地站不起来, 还整天大病小病不断, 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啊。 有些人先天不足 是因为天生如此, 但有些人 是祖上行事有损功德, 这才会影响子孙气韵。 赵家, 只有赵英这一个孩子, 原本宗主让我与他定亲, 完全是觉得这家人 能看在我救了 本该早邀孩子的命的份上, 会对我多有照顾。 可惜, 一切都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当觉得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 他们就会忘记自己的衣食父母。 这样忘恩负义之人, 真的不值我珍惜。 所以, 就算现在赵英 已经开始衰败。 我眼皮都不眨一下, 冷漠地看着他们, 好似看着死物。 赵英却装作非常惊喜的样子, 跑到我身边 拉住我的手说, 玲玲, 我总算找到你了。 你的双腿竟然好了,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名医? 他能治好你的腿, 一定花了不少的钱, 快告诉我, 我带着众礼去败谢。 有没有可能, 我的腿不需要别人医治, 只要是离开了你, 烧了昏书, 马上就好起来。 你有没有感觉, 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差, 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呢? 本来, 以我的双腿换一个健康人的一生 也是值得了。 天天, 有人不喜欢摊子, 背弃蒙约。 我简单直接地说给他听, 以前是怕他有心理压力, 现在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笨蛋。 此话说出, 他整个人都好似是被雷击了一般地 看着我的腿, 然后张了张嘴, 似乎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而我替他说了, 你与有人说, 我只不过是你转运的工具, 甚至不会让我生下嫡子, 因为有人给你生。 可惜, 你命中带衰, 便是别的女人, 有了你的孩子也留不住。 赵英被说中了心事, 竟然闪过一丝心虚。 他竟拉着我的手解释说, 那只不过是喝多了的醉话, 你可别在意。 我没有想到, 你竟为我做到这种地步, 如果知道。 我肯定会更加带你如猪如宝, 也不会与那些无聊的男人吹嘘什么, 是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玲玲,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这么多年的情分在, 你怎能对我不理不睬呢? 我冷笑看着他, 什么也没有说, 哪知道这给了他一种可以谈一谈的错觉, 竟然还晃着我的胳膊, 撒起了胶。 玲玲, 好不好, 我们恢复以前的生活吧。 我马上与你成亲, 咱们一起生出我们的嫡子, 为赵家开枝散叶吧。 你可真不要脸, 恐怕不行。 我和屋里凤男的声音同时响起, 他接着边咳嗽边说, 玲玲已与我成亲, 我们乃是夫妻, 你们的婚约已经是过去式, 希望你堂堂侯府世子, 就不要这般不要脸了。 什么? 赵英的脸立刻就绿了, 他看着我急切地说,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不可能与别的男子定亲, 你是我的妻子。 你说错了, 我们不是定亲, 是结亲。 以后我与你再无可能。 请你出去吧, 这擅闯别人的府邸, 可是要被官府查问的。 还是狮子爷, 对小偷强盗这种称呼很喜欢。 你, 你竟敢背叛我? 赵英原本就是心高气傲的性格, 哪受得了这个气? 当即捏住了我的咽喉, 屋里传出扑通一声。 我知道是凤男想来救我。 狮子爷, 你可知道, 你本来是活不过二十的, 能活到现如今, 又身体健康, 是我替你挡的灾。 你若对我动粗, 就等于是对自己的 衣食父母动粗。 现在, 你感觉一下自己的脖子 是不是很疼呢? 赵英本来面露凶光, 在听我说完之后, 脸色立刻就变得发紫。 她直接跪倒在地, 不停地咳嗽。 而她的颈部, 也显出了一圈青子痕迹。 哦, 对了, 忘记告诉你, 反噬会强十倍。 所以她捏我可能不痛, 但反噬在她身上的疼, 则是多加了十倍的力道。 现在的赵英, 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包括整个赵家, 都将慢慢地将气运还给我, 还不能伤害我。 这也是我敢留在京城的底气。 再加上, 我已经成亲了, 他们连强迫我嫁过去 都不可能了。 可明显, 这个柿子有点没脑子。 被宠坏了, 任性地拉着我就走。 没有关系, 就算是成了亲也可以和离, 只要你们还没有洞房, 洞房了也没有关系, 只要是你能和我回侯府。 你还是那个骄傲的柿子爷吗? 请回吧,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沉下了脸, 看来十分冰冷。 而赵英也许是 头一次见识到我的能力, 不敢造次, 看了一眼, 屋里就先带着人走了。 他是不会罢休的, 只是现在没有主意, 回去问家里的大人去了。 我转身进屋, 果然看到凤南人 盘膝坐在地上, 但刚刚应该是 强行自床下来, 不慎摔在地上, 却没有办法再回去, 只能尴尬地坐在当地。 你, 不必担心, 等我恢复, 定能护你周全。 凤南竟然开口 与我说了这话。 这才帝认识多久, 我忍不住逗他, 怎么, 你这是关心我吗? 可是他可是侯府的狮子,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轻驰一声, 似乎极是 瞧不上侯府的这些人。 可是我却突然间蹲下, 抬起他的脸来细看, 然后跳了一下惊讶地道, 你你, 你的相貌 怎地这么有帝王气? 不对, 又有点不一样。 难道是煞气太强, 所以应该才会短命? 哦不, 应该说是天煞孤星命格呀。 我对相树并不精通, 再加上捡回他时满脸是血。 现在才看清了 到底救了一个怎样厉害的人物。 除了短命相之外, 都是贵气。 对方的脸色不是太好, 轻咳了几声说, 姑娘若怕我的天煞孤星命格, 现在何离还来得及? 不必了, 这样很好。 别人怕, 我不怕。 应该说, 我们是绝配, 比那个赵英还要配。 只是, 完全没有想到。 我似乎找到了一条金大腿, 的确, 我还不知道她的身份, 但大鱼已经猜到了。 等想通之后再看凤南, 她竟然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瞧着我, 似乎里面有那么一丝欣喜。 是我的错觉吗? 既如此, 我们便是真正的夫妻了。 你拿着这块令牌去前王府, 带着府兵过来, 即可护你周全。 我拿过来一块令牌又惊了, 你就是那个嗜血王爷, 可你不像是传说中那般暴力呀。 我觉得你身具正气, 当是为民除害吗? 她张了张嘴, 最后抢挤出几个字, 你是第一个, 觉得我非嗜血之人的。 连我的父皇也觉得, 我该死。 说出这句话后, 凤南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可是脸色却白得吓人。 我对别人的故事并不感兴趣, 只是白捡了这么有背景的男人, 还是很开心的。 至少不用与侯府拼个你死我活, 至于以后如何, 是搭伙过日子, 还是和李我都不在意, 反正我有好几手准备。 我并没有自己去王府, 只是让一个小乞丐去叫人过来。 毕竟就他现在这个样子, 离了我只怕要晚。 虽然与我成亲那一刻, 他已经算是逆天改命, 但人还没有从低谷中走出来, 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本来只是担心。 没有想到, 已经快要早上, 正是人睡梦最憨实, 赵英与老侯爷带着几名属下 来抢我回府, 顺便还要将我新嫁的夫君做掉, 只是他们进到了我们的房间, 就当场晃了一晃, 然后在原地打转。 凤南本来已经将剑握在手中, 然后看着从他旁边缓缓坐起来的我一正, 你, 我们, 睡在一起。 我打了个哈欠, 揉了下眼睛反问, 我们不是新婚吗? 不睡在一起, 要怎么睡? 再说了, 你都不知道这迷幻振服需要好多材料, 我可没有那么多闲钱话另一张了。 这是凤南才红着耳根, 看着地上转着的几个人, 利落地挽了个剑花, 就要下床去杀人。 面对正在垂死挣扎的仇人, 你会上去补一刀吗? 我淡定地问, 凤南二话不说, 收了剑, 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亮, 明明什么也没有说, 但我知道是在询问我的意见。 说实话, 自从宗门解散之后, 还是头一次有人这般看中我的想法。 在侯府我虽然一直都好, 但总觉得心中空落落的。 以前不知道缺了什么, 毕竟修道之人清情欲, 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我缺的是尊重。 他们从主子到奴才, 就没有真正地将我当成真正的恩人, 真正的主子。 只是一件玩意儿而已, 有谁会在意一个玩意儿的想法? 怎么了? 凤南看着我, 眼中似有疑问。 没, 没什么呀。 使劲地抓了抓自己的头, 有那么点被人瞧重心思的慌张, 那就让他们一直转下去吗? 睡觉吧, 这符纸应该能坚持到你的侍卫们过来。 本来我不下这样的符阵是为了保全自己, 一开始我的应对就是一个托字, 只要把侯府拖垮我就赢了。 大妈没有想到遇到了凤南, 计划稍稍有变。 我从小就懒, 能躺着绝对不四处逃跑。 凤南却有些不自在, 她看着我, 拿着剑, 就是不躺下。 怎么了? 你的伤不够重吗? 快躺下。 我来守夜。 她没说完就已经被我拉倒躺在身边, 然后压着她的胳膊威胁地说, 快睡, 不然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你。 凤南的脸色一黑, 真的乖乖闭上了眼睛。 怎么说呢? 赵英那种没用的男人一肚子哗哗肠子。 凤南看着那张脸就很张扬, 但内心却有纯净的一面。 动弄这样的人意外地有趣。 我盯着她红着的耳垂竟慢慢睡着了, 本来还以为一定睡不着呢。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房间中已经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凤南被我搂着, 一副被蹂躏了一碗的模样。 眼圈发黑, 整个人都有点过劳的感觉。 而门口有几个人, 变成了二十几个。 不用问, 另外的就是凤南的侍卫。 我呼的一下坐了起来, 乖巧地先和凤南说了对不起, 然后滑拉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 我马上解阵。 等, 凤南的话没说完, 我手上的印也解好了, 阵破, 里面的人都清醒过来。 他们在幻境之中走了半晚上, 已经是精疲力尽。 第一眼, 就看到我与凤南同时躺在床上。 他的手还垂在我的腰上, 而我的衣衫有些凌乱, 脸色潮红。 狮子爷赵英第一个红了眼, 他咬牙切齿地道, 你这个淫妇, 竟敢红杏出墙, 看我不。 他刚走出一步, 就被老侯爷拉了回去, 并小声说, 冷静。 世子爷马上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个男人逼你的对吗? 只要是你乖乖与我回去, 那本世子便不再追究此事, 如何? 灵灵, 快过来。 我冷笑一声, 还没有回答, 背后一只大手已经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来人, 将这对叛臣贼子捉住押往大理寺。 堂堂侯爷与世子, 竟敢擅闯王府别院, 影响本王与王妃休息, 该当何罪, 自有大理寺审判。 凤南一开口, 便是王诈。 这时, 老侯爷与赵英才注意到, 他们身后还有一群府兵, 不费吹灰之力, 他们父子便被压了下来。 老侯爷道, 大胆, 我再怎么说, 也是朝廷世袭的侯爷, 你是什么人, 竟敢做这种事? 老侯爷真的是老眼昏花了, 连本王都不认识了。 还是本王让你们觉得, 钱王府当真好欺负吗? 钱, 钱王府, 朝中谁人不知, 钱王府虽无实权, 但主暗杀, 且他们不光杀敌, 连自己人都杀。 这许多年, 一直是凶名在内也在外。 为什么就偏偏惹了这个煞星呢? 老侯爷真的是怕了, 连忙说, 这只是个误会, 我们这就走。 来不及了, 让你们闯进来再出去, 外界只会以为本王好欺负。 凤男一挥手, 这两父子便在哭嚎中被带了出去。 等人抓走后, 他问我, 你想他们如何? 背叛我的人, 得了的好处都得给我吐出来。 一点也没有因为仗着新夫君的气势, 欺负人的心虚感。 这是我自己凭本事找到的男人, 为什么就不能借个事了? 只是这点小罪, 怎么可能让侯府破败呢? 我被接进王府之后, 还想着要怎么让他们最上加罪。 哪知道有时候人的气运要是低的时候, 便所有的过错都会找上来。 比如说, 世子爷姑父的表妹, 他家中也是小有家产的, 还是皇商中的一员, 本来以为可以嫁到侯府做贵妾, 甚至能做个平妻。 但哪知道这赵英说得好听, 孩子都为他留了一个, 却一点责任, 也不想背, 直接将表妹送回去。 表妹家中气愤, 听闻他失了事得罪了钱王府, 怕受连累, 直接就告发他诱监了自家的姑娘, 还不想负责。 如此, 赵英便背上了这下作的罪名。 至于老侯爷, 虽这些年倒也算是老好人, 可总是会得罪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的。 直到他们家得罪了钱王府, 这罪状就如水的都送到了大理寺。 我都还什么都没做, 他们两个就恕罪并罚, 永远也没有从那里走出的可能了。 至于那侯卫, 也被凤南不知道如何暗中操作, 被皇上下旨剥夺了。 下旨那天, 我穿着百凤朝阳的宫装, 千娇百媚地走进了大理寺牢中。 凤南任由我搭着他的手走进牢中, 而我抬头冲他一笑, 对方就会议地转身离开了。 这个男人怎么如此让人开心呢? 我含笑看着侯府一众人, 他们虽然被关在不同的牢房, 却正好一排。 我就坐在他们正对面, 侯夫人歇斯底里地叫着, 你这个贱妇, 都怪你, 我们家才落到这个下场。 你怎么不去死, 你为什么还过来, 是来看我们笑话的吗? 我笑了, 对啊, 我就是来看你们笑话的。 同时与你们说说, 你们落到这个下场是自找, 真怨不得我。 来来来, 我们来说说你们犯了什么错。 第一, 我师父把我交给你们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你们赵家祖上缺德, 而我气运逆天, 由我坐镇你们家, 才可顺风顺水。 初始两年, 你们还待我极好, 可后来却连那道府中借助的表小姐都不如了。 第二, 二, 我又凭什么还无条件地对她好呢? 其实, 你们家落到这份上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做, 除了收回了我给予的一切, 别的都是你们种下的因, 如金德的果罢了。 一番话说完, 他们都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赵英连滚带爬地对我哭诉,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做的这些, 要是知道, 要是知道, 你只会把戏演得更加好而已。 真不真心, 我现在已然看得明白了。 哦, 对了, 你们这些罪名已经可以砍头了, 欺男霸女的事还真没少干, 我说怎么之前身体会越来越差呢? 但现在真的一身轻松, 真的太好了。 我站了起来, 对着已经瘫在那里, 尿水流了一地的赵英道, 你知道的, 我有点孕血, 所以你砍头的时候, 我就不去送了。 另外, 下辈子别在背后讲人坏话了, 容易反噬。 赵英听后, 捂着脸就嚎啕大哭, 他大抵是后悔的吧, 可这些又关我什么事呢? 我走出大牢, 牵起来凤男的手, 婚礼是照着之前定的时间进行的, 只不过新郎换了个人而已。 凤男方外, 我从小就被人称为不祥之人, 更有国师批命, 乃天煞孤星。 故父王与母后在我几岁时变封王, 将我赶出皇宫独自生活, 后来我习无有成, 又擅长暗杀, 这赃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是有怨的, 孤独的, 也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活得长久。 直到在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 有个背着光出现的漂亮姑娘, 她淡定地说可以救我。 我竟然相信了她的话, 因为她的眼神中对我没有半点嫌弃, 也没有害怕。 许多年已经没有这样的人出现了, 我真的很想与她多相处一会儿, 可没有想到她竟然要与我成亲, 这真的是一个让我意外的提议。 从来没有想过成亲, 怕害了别人, 但这姑娘说她不怕, 我就又心动了。 就她了, 就算是真的活不了, 我也不是孤独一生的人, 至少临死前我有了妻子。 但没有想到我真活了, 中了三种毒, 受了差不多两处致命刀伤, 然后只是经过简单的处理后, 竟活下来了。 谁能信? 反正我已经开始相信 这个新出炉的神圣叨叨的小妻子, 或许真的有些真本事儿。 那之前传闻是因为她侯府才启示的, 那些都是真的了。 可是我想到侯府小柿子的两面三刀表现, 默默地为她不值。 但我值得, 只要是别人对我好, 那我便真心相待, 何况这还是救命之恩。 从此以后, 我将成为她的剑, 成为她的后盾, 只要她不抛弃我, 那我便不离不弃。 故事 苗苗姐, 你家好像来贵客了, 坐着大马车呢? 我驾着牛车刚进村, 村里的几个半大小子 就围了过来兴奋地跟我汇报大喜事。 毕竟这穷山村能有牛车都是奢侈。 更别说马了, 我心里反而有些担忧, 毕竟这马车怎会来我家。 家里又没这么阔绰的亲戚, 我就怕不是好事是麻烦。 这么想着, 我不由地就加快了速度, 赶着牛车, 很快就到了位于村委的徐家小院门口。 看见门口的确停了一辆马车, 车员上还坐着一个车夫在打盹。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 那人被惊醒, 抬眼看见我, 脱口而出, 大姑娘。 随即, 她像是想到什么, 眼里闪过轻蔑, 可脸上却带着笑问, 是苗苗姑娘吧。 我皱眉, 你认识我? 是啊, 你与我们大姑娘长得一模一样, 小的听她提过的。 大, 姑, 娘, 我一字一顿, 慢慢瞪大眼睛, 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你们大姑娘在哪? 车夫挣脱半天, 静位挣脱开, 慌乱地指着院子, 就在徐家的院子里啊, 今日夫人和大姑娘都来了。 我脸上闪过欣喜, 那人定是八岁那年遗失的姐姐。 我并未在意她口中的夫人, 想来是收养姐姐的人家, 那就是自家的恩人。 我放开车夫, 客气地跟她道歉, 然后高兴地把牛车牵进牛棚。 买的东西也没限, 我就迫不及待地走进堂屋, 语气雀跃地问, 爹, 哥, 是姐姐回来了吗? 只见爹和兄长脸色铁青。 沉默不语, 哎呀, 这就是我的苗苗吧。 我还未来得及, 看来人是不是我姐, 就被一个妇人抱了满怀。 一股子浓郁的脂粉味扑面而来, 我醋眉推开此人, 瞅了一眼, 疑惑地问, 你是谁? 苗苗, 我是你娘啊, 你不记得娘了吗? 她用帕子捂住嘴, 满眼受伤地问, 四怒含怨。 我闻眼, 挑眉仔细打亮她, 眉眼倒是与兄长有些相像, 主要他们走失已经十年, 我对娘的记忆的确模糊了, 再加上, 她现在身穿绫罗, 头戴金银, 涂脂抹粉, 简直完完全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她不提醒我, 我还真认不出来, 我敢说, 哪怕外祖外祖母来, 也不一定认得出这是她们的闺女。 随即, 我转头看向另一位做得四平八稳的姑娘, 这个倒是不用仔细辨认, 与我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她白我黑, 她看起来比我体面好看, 只是, 一个十来岁的姑娘, 为何满脸写着刻薄尖酸, 看我的眼神里成着满满的不屑与傲慢? 此时, 我什么也不用问, 就已经察觉到她们这次回家恐怕是来者不善, 顿时我的脸就沉了下来。 苗苗, 娘知道这么多年对不起你, 这次回来特地接你去城里, 以后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我娘见我没反应, 拉着我的手劝我, 说着她盯着我爹与兄长, 冷声说, 总之, 这次我回来主要就是接走苗苗的。 我爹的表情更加不好看了, 兄长看着我娘的眼神也是不可置信, 他抱着一丝期盼, 还傻傻地问他们, 既然回来了, 为何还要走,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不好吗? 此时姐姐抬手扇了扇, 这又穷又臭的地方, 我可不带, 苗苗是我亲妹妹, 当然也不能带。 我皱紧眉头问, 难道爹不是亲爹, 哥不是亲哥, 为何只带我走? 他们母女文言, 脸上闪过一抹心虚, 虽然极快, 可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我姐反应快一些, 哎呀, 我们都是女人, 自然要互相心疼, 他们两个臭男人, 哪里不能带。 我一把抽回手, 冷声道, 我不需要, 你们既然看不上这个家, 现在就可以走了。 徐春苗, 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姐大概没想到我会拒绝, 跳起来指着我不敢置信道, 跟我们走, 立刻马上, 这个地方, 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徐春花, 你矫情什么, 以前你还不是在这里生活了八年, 我忍不住说她, 我姐表情一力, 抬手竟要往我脸上招呼, 我可不惯着她, 伸手握住她的手腕, 冷冷道, 你还没资格打我, 说着, 我手上一用力推开她, 她踉跄后退一步,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你怎敢如此对我? 我姐不敢置信地仰头看我, 口不择言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爹是谁吗? 春花, 我娘极致白赖地打断她的话, 随后我姐就掩齐西谷了, 眼里闪过气脑, 垂手不语。 我看他们那样, 眼里闪过疑惑, 随后一脸看白痴的表情, 你爹不就是我爹,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真没想到啊, 你还挺骄傲的嘛, 我讥讽地说, 我还以为你瞧不上这个家, 也瞧不上爹呢, 还想着, 莫不是娘在外面早就重新给你找了个爹? 我话音一落, 他们母女皆表情一变, 随即强装镇定道, 怎么会呢? 只是我们运气好, 遇到好心人收留, 还教我们做生意, 可不就积攒了些家业, 娘就想着接你去跟你姐作伴, 也学学本事, 将来过好日子。 哼, 我轻哼一声, 不信道, 是吗? 那还真是用心良苦了, 我才不信呢, 别以为我没看到他们母女眉来眼去, 不知道在打什么哑谜, 但是可以肯定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世上谁会无缘无故地把赚钱的本事交给不相干的人, 看他们母女穿金带银。 我看着他们的眼神越发幽暗, 既然他们过着那么好的日子, 这次为何要接我去呢? 我可不信什么, 我娘舍不得我, 要带我去享福, 想带肯定早带。 苗苗, 娘都是为你好, 娘是不忍心你做一辈子农家女, 面朝黄土被朝天地蹉跎一生啊。 我娘扶着我姐起来, 随后过来拉我, 私河地说, 跟娘走吧, 你是娘十月怀胎生的, 难道娘还能害你不成啊? 我侧身躲开, 走到我爹身边, 你们别想带我走, 你们要去过好日子, 我不阻拦, 但是你们也不要强迫我离开我爹和我哥。 笑话, 看他们死皮赖脸的样, 绝对不是好事。 我爹一拍桌子, 够了, 你们回来要是为了抢女儿, 门都没有, 都滚出去。 徐大山, 你敢黏我。 我娘跳起来, 给我爹脸来了一爪子。 我连忙把我爹挡在身后, 你有疯病吧, 上来就抓人。 我已经被纠缠得不耐烦了, 指着门外说, 你们赶紧走, 你们看不上这个家, 这个家也不欢迎你们, 快滚。 苗苗, 张三娘, 你非要我把事情做绝世吧。 我娘还想劝我, 被我打断。 我爹要是有个好歹, 我就叫族里来主持公道, 到时候别说带我走, 你猜你能不能安然离开。 我娘听着一惊, 连忙道,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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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就走。 娘, 我姐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被我娘强拉着离开, 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样子,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 恐怕我娘跟了别人了。 我爹哀哀叹了一声, 大哥苦着脸, 抱着头, 娘, 这是闹哪出啊, 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 斗转星移, 物是人非, 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 我劝了一句, 苗苗说得对, 我爹抬走狠狠抹了泪, 安生叹气道, 你娘跟我可能过不下去了, 十年了, 到底什么都变了。 明日, 我准备去府城给她送一份和离书, 算是跟你娘做个了结。 爹看着我们两个, 要是你们想跟她, 爹也不拦着。 爹, 你胡说什么呢? 只要你不嫌女儿是拖累, 我就要跟着您, 就算您嫌我, 我也不跟她们。 大不了我在村里建个茅草屋住着。 是的, 爹, 我也跟您, 再说了娘也未必肯要我。 爹看着失落的我哥, 叹了一声, 谁不想要儿子, 定是不方便带你。 我建议家子愁云惨淡, 马上转移全家注意力, 你们猜今日人参卖了多少钱。 哦, 卖了? 我爹惊喜地问。 我点点点头, 我点点头, 运气好, 恰好碰到县令夫人临产, 得了二百两呢。 不过, 我就买了家里的口粮就回来了。 本来还想着钱留着, 继续托人, 找娘和姐姐, 如今不需要了, 明日我去给咱一家三口, 全都做一身衣服, 家里的被褥也要换了。 好, 就这么办, 我和你哥一人一身, 你是小姑娘多做几身。 我爹也想得通, 咬牙道。 好, 以后咱们去了心头病, 好好过日子, 肯定不会过得差。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感谢他们回来一趟, 我心里倒是松了口气, 自从十年前, 咱们全家去逛花招节, 他们走失后, 家里但凡有些钱, 就托人寻他们。 爹和大哥也会出门亲自去找, 穷家富禄。 这么些年, 我们一家三口没少挣, 可愣是一个铜板没能存下。 这下倒好, 刚赚了笔大的, 他们就主动回来了, 也算是双喜临门了。 当晚, 我爹去了一趟族长家, 待了很长时间, 回来的时候, 手里捏着两张和离书, 你们以后就没有娘了。 爹愧疚地说, 您再给我们找一个不就行了。 我娘能找, 我爹为什么不能? 我爹今年四十还没到呢? 白守了那么些年, 总不能下半生孤独终老吧。 爹不想找了, 就守着你们过。 我爹明显对人生有些心灰意冷了。 我和爹对视一眼, 等爹回屋休息后, 赶紧叮嘱道, 哥, 这几日, 你时刻跟着爹, 我担心他想不开。 我哥表情也严肃起来, 你放心, 我定把爹看好了。 一日, 我们一家三口都坐着牛车往府城赶。 对了, 爹, 你知道他们住哪里吗? 我坐着牛车上摇晃着问。 我爹一愣, 摇摇头, 还真不知道。 我挠挠头, 那还找不到人呢。 我仔细回忆昨日见到他们时的情景, 希望能有线索。 可他们母女昨日对府城这边的事一句都未提, 那个车也只提了夫人姑娘的, 别的什么也没说。 不过, 我倒是记得那马车上的标志, 应该是私人的。 待会到李叔的药铺先打听一下。 只能这么办了。 爹点点头。 我龙锦衣服眯起眼补眠, 起得太早了, 天还有些黑呢。 等牛车晃到城里, 夜晚已经彻底过去, 火红的太阳也冒了头。 第一站, 自然去药铺找李叔, 他在府城待得久, 更何况谁没生过病, 生病总要请大夫, 兴许李叔就认识呢。 果然, 我到了李叔的铺子把图案一画。 李叔狐疑地问, 你问这个干嘛? 找人。 我也没瞒着他, 把找我娘的事一五一时说了。 李叔皱了皱眉, 仔细看了看我, 怪不得我觉得你面熟, 只是一时没想起来。 我笑着说, 毕竟我比我姐黑不少, 穿戴也天差地别, 您老没想起是正常的。 这是李家的, 也姓李莫非与您老有关, 不会这样巧吧? 李叔摇摇头, 又点点头, 有点关系。 他看来一眼我爹, 有些同情地说, 徐老弟做好心理准备, 我爹苦笑一声, 你尽管说, 其实昨日我就有些猜测了, 他们现在应该是二房的人, 老的是我二弟的妾室, 我们一家都皱紧了眉头, 想到他们昨日上蹿下跳, 要带我走的样子。 一个妾带我进那深宅大院, 去做个便宜庶女, 想干什么, 除了卖了我,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 李叔, 我冒昧问一下, 他们是如何成为李二叔妾室的? 您知道, 他们当时是走失的, 莫非是被人牙子迈进李家的。 李叔眼里的同情更甚, 深深叹了口气, 哎, 据我所知, 他们可不是走失, 他们就花招节那日 坐我二弟马车回府的。 呵呵, 我冷笑, 合着我们都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我爹强言欢笑, 也许是被李二爷遇见就下, 那他也该跟李二爷说清楚, 李二爷自会放他回家, 害我们全家内疚寻找了十年。 苗苗, 那毕竟是你娘, 她以前不是这样。 徐老弟, 你还不够了解你的整颠人。 据我推测, 他跟我二弟回家, 应是蓄谋已久。 我闻言, 赶紧问, 李叔是不是知道什么? 这也是被我意外撞见。 李大夫面色有些, 花招节前几天, 你娘跟您妹妹来我铺子里卖草药, 分明与我二弟关系亲密。 他们走后, 我还提醒二弟不要看见个有姿色的就乱来。 二弟说他是个可怜人, 早早丧夫, 一个人带着女儿挺不容易的。 如果可以, 他想照顾他们。 我们一听, 全家脸都黑了。 明明一家人齐齐整整啊, 他们母女竟然成了孤儿寡母。 我气得捶了一拳柜台, 爹, 你还去找他吗? 去, 必须做个了断。 大哥到底心软。 这样会不会害了他们? 我爹一听也有些为难, 可他又下意识地看来眼熟里的和李叔。 其实不去也行, 他们昨日未达成目的, 大概率还会上门。 如今和李岛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搞清楚他们的目的。 这么一想, 我就又问李叔, 二房最近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特别是关于我娘和姐姐的。 李叔摇摇头, 我已经好久没回家了。 这样, 我派人回去打听一下, 实在是那个家被二弟搞得乌烟瘴气, 我懒得回去。 那真是太好了, 麻烦您老了。 把事情拜托给李叔, 我们全家就像爆发户似的, 到处采买。 直到把牛车装满, 才心满意足地往药铺赶。 李叔正在看诊, 比较忙。 我就让爹和兄长先回去了, 自己留下帮忙抓药。 这是我经常做的事, 李叔也算我半个师傅, 都是我主动帮忙做工换来的学习机会。 等忙完到了饭点, 我又进去帮忙做了午饭。 吃完饭, 我也从李叔口中得知了我娘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了。 而他们的打算我也猜出来了。 丫头, 你最好别跟你娘来俯程。 李叔劝我, 我点点头, 我不傻, 定不会的。 他们想算计我, 哪那么容易? 我回到家。 把他们想做什么告知爹和大哥? 爹气得双手, 直打仗, 他们还是人嘛, 竟然想让你给老头子做妾。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娘到底跟我姐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自然要替她打算。 那也不能算计你啊, 你又不欠他们。 就是, 真没想到他们先是耍我们十年, 现在又要回来算计你, 非得把我们一家都往你命里踩踩甘心。 大哥气得眼睛都红了, 语气里是藏不住的伤心失落。 我倒没什么感觉, 毕竟昨日我就猜他们不怀好意。 如今知道他们的打算, 我反而松了口气。 只要我不被那些荣华富贵迷了眼,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就不会轻易中招。 果然, 没过几日, 他们又来了。 不过, 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 竟然带了八个大汉冲进来架骑, 我就塞进马车。 我被绑着在马车里颠簸。 苗苗, 苗苗, 爹和哥哥在后面边追边喊。 我试图解开绳子, 可怎么都不行, 只能等爹和大哥 按前几天商量好的计划行事。 我自己则见机行事。 到了李家, 我被带进一个精致的小院里。 有两个婆子样的人 把我押进去, 只见我姐坐在上手位置。 妹妹, 你终于来了。 她走到我面前。 脸上挂着冷笑, 抬手甩我一巴掌, 这一巴掌是教训你不净长姐。 我愤愤地看着她, 嘴巴呜呜呜地叫着。 她给婆子使了个眼色, 那婆子拿掉我嘴里的布条吧。 你凭什么打我, 你都不姓徐了, 凭什么以我长姐自居。 行, 那我就不是你长姐。 她看着我缓缓道, 那我利用起你来, 更是不必再有一丝一毫的愧疚。 我笑了,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觉得我这么黑这么操真的能代替你吗? 她表情变了, 看着我身边的婆子, 她这皮肤还能救吗? 可以, 老奴保证一个月之内让她脱胎换骨。 我解白白手, 带下去吧。 婆子压着我去了另一间屋子, 给我解了绳子, 就退了出去, 门从外面被锁上。 我四处看了看, 走到每个窗户边都推了推, 果然推不开。 我仰起头闭了闭眼, 随即眼里蹦出寒光, 既然他们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我先在床上躺下, 养精蓄锐。 我以为自己会睡不着, 没想到不一会儿就睡了过去。 还是送饭的婆子开门, 我才被惊醒, 打听外面已经日落西山。 我趁机捂住婆子的嘴巴, 一颗药塞她嘴里。 她掐住喉咙, 惊恐地看着我, 小声说, 你给我吃了什么? 只要你听我的, 等我逃过这劫, 我就给你解药。 本来我想着用迷药逃出去, 可迷药不够, 这深宅大院, 也不一定能顺利逃走。 于是, 我想了另一个主意。 这一次, 我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第二日, 爹和兄长就来了, 还带了十几个族人。 他们在门口叫囊着要人。 我听我姐气急败坏, 跟我叫嚣的时候, 才知道的。 而当日, 我娘也吃了挂腊, 住处都从还算华丽的院子 挪到了偏僻荒凉的地方。 我娘冲进来, 就骂我桑门星, 嗑她, 一来就害她失宠。 我平静地反问, 难道不是你用欺骗的手段 尚未得的报应? 再说了, 你该怪的是我姐, 她要是不绑我, 我爹和兄长也不会想着 来这里揭穿你的谎言。 果然, 我娘自私的本性作祟, 还真恨上了我姐。 但是她还是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就死了逃走的心吧, 他们在外面叫得在凶, 离府也不会承认绑了你。 那要是他们报官呢? 我已经派人警告他们了, 若是敢告官, 李家为了掩盖罪行, 只好杀人灭口, 他们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果然还是我想得简单了。 既然如此, 我不逃了, 我愿意给那个老头子作妾。 真的, 他们母女都吃惊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 我配合他们养夫学习 我姐的行走坐卧, 整整一个月, 真的完成了丑小鸭 到白天鹅的蜕变。 于是, 那老头来迎亲的时候, 我姐和我娘一起来看我。 我笑了, 婆子正帮我梳头呢, 我抬头看了一眼香炉。 过了一会, 我娘和我姐就全都晕了过去。 那婆子看见了, 连忙帮长姐换上嫁衣, 我扶着她, 有着婆子帮她梳头。 一切准备就绪, 我拿出解药 在我娘和她的鼻子下晃了晃。 她俩悠悠转醒, 我姐一看见我, 想骂我, 还一直挣扎。 我穿着她的衣服, 盛气凌人地说, 妹妹, 你还闹什么? 此事你是答应的, 可不能临阵退缩,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是啊, 苗苗, 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不嫁也得嫁。 我娘气恼地甩着袖子离去, 你看好她。 好。 我送走娘, 走到我姐面前, 看着她挣扎惊恐的样子, 冷声道, 别害怕, 等你入洞房的时候, 自然会有人给你解药。 她绝望地流着泪, 无声地说, 放过我, 我错了。 呵呵, 晚了。 我看着她被婆子和丫鬟搀扶出去, 自己则写了字条, 送到了后门, 作妾。 我姐不过是被扶上一顶小轿, 从李家侧门抬了出去。 我换上一身丫鬟的衣服, 也跟着轿子出了礼服。 轿子行至热闹的街道, 我爹带着牙差来了, 指着轿子就说, 我闺女在里面, 这里面是我闺女。 牙差虽然不太信, 可看在五十两的份上, 还是喊停了轿子检查。 这时牙差问我姐, 她是不是李家姑娘? 这时她能说话了。 我低声警告她, 你要是不想嫁老头子, 就配合着爹。 不是, 我是徐家村徐大山的闺女徐春苗, 前几日被李家二房抢了来。 周围众人一片哗然, 竟然是真的。 我姐迫不及待地走出来, 真的, 我是徐家的春苗, 我有一个姐姐徐春花, 被亲娘骗到李家, 一骗就是十年, 她本以为是过好日子, 谁知现在李家主母竟要把 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 送去给老头子做妾。 爹, 咱们能也救救姐姐吗? 我姐目录哀求。 当然, 你们都是我徐家的孩子, 什么时候轮到李家做主了? 我爹到底心软答应了, 好孩子都跟爹回家, 众人都纷纷附和, 此事是轮不到李家做主。 牙差也顺势盼我们姐妹跟我爹走。 我们回到徐家村, 换回自己的衣服后, 恢复自己的身份。 总算逃过一劫, 我姐还鼻子不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我脸色也不好看, 你要是想去给老头做妾, 就去, 我们不拦着。 我也是醉了, 干嘛非得费那么大劲 把她也捞出来。 以后我就不能回李府了, 你要我跟你们一起住这穷乡屁囊, 跟你窝在一张床上, 我不要。 她说着, 伤心地哭了。 你为什么不乖乖嫁去做妾,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 我跳起来甩她一巴掌, 这是还你的,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凭什么要帮你, 委屈自己,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被她哭喊得烦躁, 掐着腰走来走去, 行了, 送你去李家, 以后你就是死了, 我都不管。 我爹一拍桌子, 呵斥她, 闭嘴, 要不是苗苗捞你出来, 这次没卖成你, 下次还是被卖, 你以为那个主母会给你找什么好归宿吗? 我是你爹, 我警告你, 安分点待在家里, 要是敢乱跑, 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爹说完, 气哼哼地出去, 我哥追出去跟着, 我抓起贝勒, 上山挖药材, 晚上回来, 他还好好的坐在院子里, 怎么不走啊? 我嘲讽他, 你就是想我被卖是吧, 我偏不如你意, 这也是我家, 你最好永远记住, 这是你家。 以后要是再背叛这个家, 无论你面对什么, 我们都不会再管你。 那娘怎么办? 放心吧, 她好着呢? 那老头没接到我们姐妹, 那夫人也挺损, 竟然把我娘送了去。 不过我打听过了, 那老头就是年纪大了, 没别的毛病, 应该不影响他享受。 我姐瞪大眼睛看我好一会儿, 气焰完全落了下去, 竟然连娘也, 爹没阻止吗? 一个妾, 不过一个玩意, 你当男人, 真把他当回事啊。 自清自荐之人, 就不要怨怪别人踩踏踏, 都是自找的。 我冷冷丢下一句, 去做饭。 我刚把米下锅, 我姐走进来, 自觉坐在灶后面烧火, 虽然有些生疏, 可到底烧得起来。 我欣慰地笑了, 总算不是没救, 顶着跟我一样的脸, 我就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声誉, 少不得以后要多敲打敲打。 后来, 我姐时文段字, 嫁给了村里的读书人, 过得还算不错。 而我嫁给了村里土郎中的孙子, 才要制药卖药, 成了我一生的立身之本。 不得以后,